介绍这个烧薯三宝的菜式 包括海鲜瓜粒汤饭 海鲜瓜粒汤饭主要是有虾仁 越南的急凍虾仁也可以 少许麻油,胡椒粉,生粉 包住水分 腌勻两三分钟,很快入味 然后拿去煎香 我对腥味敏感一点 一煎一煎,我觉得会好一点 但我很喜欢海鲜的腥味 越腥越正 你喜欢什么? 对 没错 腥味就看人见智 会等于酥味 有些人都说 女士有酥味 喜欢女士有酥味 在说什么酥味? 风酥的酥 刚才我们给了麻油 所以不用特别加油 我们这个瓜粒汤饭一定要清一点 所以就尽量不用加就不要加了 可以拿起来的虾仁 瓜粒汤饭里面 首先就说明瓜粒是凉凉的了 放几片姜片下去 先烘一下 浸淡了冬菇 把瓜粒放进去 抽菇一起煮完 放一点油 煎一下就会更加效果 烘了菜 菇和姜片之后 放上汤或者清鸡汤 放一点清水 煮到汤已经滚起了 我们就收慢火 好了,差不多了 看看 我们就可以把饭加进去 要不然一早下来就煮到烂熟了 对吧 看这个时候煮到就不要太猛火了 放一些虾仁 可以让它煮一煮 因为蟹蟹根本已经熟了 放一点海盐调味 和胡椒粉 盛一盛 你看到饭煮到刚刚好 已经吸收了水 那就可以了 把蟹放进去 如果你喜欢是更加浩滑的 可以把蟹砍进去 就可以上碟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了的 烧薯海鲜瓜粒汤饭 不过这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再加上椰香花 这个瓜粒汤就更加厉害了